你觉得美国加息加上记者会后 恒指的方向是否会更明确 我自己看是未必的 因为我觉得美股和港股似乎又不是太近 我觉得美股可能真的有点明确方向 但是香港这边 我自己看近期的焦点都是在烂美楼身上 你见到跌下来的都是因为烂美楼事件 令到内银、内房、内险都炸回来 最新的我们有基金要够了 又见到这两人又抽回来 因为你要明白港股有几根A股 你说内银、内险、内房这些都是A股主力的东西 这些好的时候A股就上升 A股好就是香港就好 我觉得反而美股的影响未必太大 其实有一样东西就像美股的 就可能看一些业绩 因为未来都会业绩期 所以它未来的不同的业绩 或者会不会令到那个气氛 或者是转好还是转差呢 我想是看这个多一点 好啊 又是很策略上的问题 方向就未是很明确的 或者有时 как與美股 很明确的情况就是很不明确 不然的话就被取得蓋 其實你問我 你可以說這陣子大家都休息一休休息 休養生食都可以的 我昨天下午才去看電影 你沒得炒的,市成交這麼小 如果你說真的炒的話 我想大家認識的,炒開股票的朋友 你如果炒得trading range的話 你記住,見破頂 可能你千萬不要追 通常破頂就沽回頭 如果穿底就買回去上來 我想這個就是反過來玩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現在你會見到很多股票 你破位追,轉頭你就做了鞋子 又會跌下來 始終你會見到 剛才Wendy都說得很清楚 沒有成交 變了錢就只有這麼多 我炒完這個板塊炒上去 然後大家吃虎又會跌下來 那些錢又去了第二處炒 好像你看到之前那一輪 可能炒一些車 很多國賊的東西 近來你見到那些車是剩下的 因為那些錢都去了炒內房 還有炒什麼呢 那些家電下鄉 那類東西 簡單來說,錢就只有這麼多 炒完這裏就炒那裏 變了你打算破壞了這些車股 轉頭又炸回來 因為那些錢都去了炒內房 那你就變了又陷在那裏 所以記住 尤其是炒波幅 都是逆向思維少少多些 在升的時候 再下跌的時候 就買回去 是的 那唐牛那個 給大家帶著的兩樣東西 就是真的 如果真的沒有什麼方向 或者沒有什麼心水 就不如下午去看電影 或者真的不要破位追 來